要怎麼樣看到這些運動員們的努力呢 其實以前都可以進場 但今年比較特別改為閉門賽事 所以說電視轉播就非常重要了 日本在今年也特別使用到了 5G 12K還有VR等技術 就是希望能呈現出全新 而且嶄新的運動新賽事 隨著音樂和歡呼聲 穿著特殊設計服裝的舞者 盡情擺動肢體開啟一場 為了東京奧運而歡歌的慶典 現在請聽聽聲音 忘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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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本應該是一場炒熱奧運開幕 滿場觀眾一同舞蹈的文化活動 因為疫情只能全部搬到線上舉行 為了更貼近當初的設計概念 主辦單位仿造出主場館國立競技場的樣貌 舞者就像是真的站在舞台上表演 超過85萬人透過電腦手機同步感受虛擬日式祭典的魅力 這屆東京奧運採取閉門比賽 全世界的觀眾都只能透過電視或網路 緊盯所有賽事 也讓這一次的比賽轉播比以往更受到關注 首次透過5G網路傳述比賽畫面 比賽 2-5G正式的轉播 5G也成為這一次奧運的關鍵詞 以往只能遠觀 不能近看的繁傳比賽 利用5G傳輸 透過無人機 还有搭載的4K攝影機攀攝船 再把畫面結合 就能在12K的超大螢幕上 展現最貼近真實比賽的即時影像 VR同样在这次比赛小兵力大功 不像以往电视转播 必须专心听主播讲述选手的背景资讯 只要有智慧眼镜看比赛的同时 还能取得更多的相关讯息 不过这些服务都有高门槛 不是人人都有12K电视或是VR装置 但只要有一台平板 就能享受不同于以往的高尔夫球赛转播 镜头不只是掌握在现场导播手里 观众可以同时了解及时比分 还有选手资讯 还能选择观看特地运动员的画面 多种融合新科技的比赛转播 创造出更有参与感的观赛体验 因为疫情到不了现场 反而让更多观众得以透过线上平台 亲身感受日本科技大国的实力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